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是由种子萌发 长成成苗后 经过短节砍头 做成盆栽 为啥要砍头呢 一是去其顶端优势 集中养分 共静干 二是自然生长的发财树 甚至能长到三四米 不适合入室养护 这种发财树经过良好的养护 经肌部膨胀如锤 能注存更多的水分和养分 短节下来的静干怎么办呢 还可以短节成一段段 然后重新发分上盆 经过克商 得静干的顶端增加牙眼 长出新枝叶 表面上两者区别不大 但后者怎么样都养不出庞大的静肌部 而且根系如果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养护 或者用生长激素促进壮大 植株会比较交细 一有大水大肥就很危险 没有传说中的皮是洗肥 以及对水的适应性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订阅关注哦 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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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